为了提升荣誉官户人专业智能技巧 还有强化官户工作的服务品质 并考量到花莲县福源辖场的特性之后 结合更生保护会花莲分会 把训练地点改到南区的瑞穗乡 以期望各区的荣誉官户人 能够完整参与到专业的研习课程 为了提升荣誉官户人专业智能技巧 以及强化官户工作的服务品质 并且在考量花莲县福源辖场的特性后 特别结合更生保护会 花莲分会将训练地点改到南区瑞穗乡 以期望各区的荣誉官户人 都能够完整参与到专业研习活动 花莲地检署检察长余秀端也到场 为参训学员加油打气 不过对于这些更生辅导的这些专业智能 我们是不能够停摆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在南区 花莲的南区来举办这一个教育训练 最主要能够增加这些荣誉官户人 以及更生辅导员他们的专业智能 可以让他们在协助更生人的时候 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然后协助这些更生人向上发展 向上提升的力量 这场训练课程由官户人 林隆通讲解更生人的特性需求评估 期望荣誉官户人在关怀更生人的过程中 更能精绝地发掘不同类型更生人的行为表征 以及需求 给予妥适的来处育 因此我们的荣誉官户人协进会 还有我们更生保护会的花莲分会 里面的更生辅导员来协助我们做这个区块 来协助这些更生人恢复社会 荣誉官户人协进会曾贤亮理事长 并呼吁所有的荣誉官户人 秉持着不畏困难的精神跟信念 持续深耕社会的公益活动 齐取所有参训者 透过全天的训练提升专业知能 将志愿服务力量做最有效运用 共同为司法保护工作 尽奋行力 记者高雙雙热碎香采访报道